現年36歲的周秀娜在2009年以無特異身份出道 憑著性感成功出位,其後轉型成為演員,發展順利 更是2018年憑電影《29加1》入為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不過她亦在同年與前經理人發生合約糾紛,更鬧上法庭 但雙方已於去年私下和解 而Krissy在社交網站將自己的工作聯絡人改為古天樂的經理人Wanny 正式加盟故事公司 而早前她和張繼聰合演的新戲《馬達蓮娜》 亦是故事公司投資開拍 戲中周秀娜飾演到澳門打工賺錢的二鄉人 據知角色有不少發揮的機會 而這部戲更獲選第55屆金馬創投會議入圍作品 將有機會參加各大影展 體力Krissy有機會再到各族影后的樹榮